在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和无人快艇作为重要的不对称战力 展现了巨大的作战价值 由于无人机成本低廉 且能够大规模使用 单靠防空导弹拦截显得不划算 导弹成等高昂且库存容易耗尽 因此防空快炮重新引起了重视 同时 中低功率的车载激光炮 也因其低成本和几乎无限发射的特点 成为关注焦点 台湾加速了车载激光炮的研发 专注于开发50千瓦功率的车载型激光炮 以应对未来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威胁 中山科学研究院去年已经完成了 小功率车载激光炮的科研任务 今年又实现了技术突破 成功研制出可用于实战的 50千瓦级车载激光炮 并预计在今年进入实测阶段 50千瓦功率的激光武器 足以有效应对自杀式无人机 和低速飞行器等空中威胁 中山科学研究院通过雷户专案的科研案 推进激光武器研发 去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小功率测试 现阶段正在进行第二阶段50千瓦激光武器的研发 并将其安装在云豹八轮装甲车上进行系统测试 台湾高层人士透露 雷户专案能够如此迅速取得技术突破 关键在于某友好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 使台湾在短时间内从小功率跃升至具备实战能力的中功率激光武器 据桓宇哥猜测 这一友好国家极有可能是美国 据了解 在2019年10月初 与美国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举行的美台工业研讨会的私下会议上 台湾官员听取了雷神公司关于高能激光武器系统的简报 这些激光武器能够击落无人机 但美国并没有出口这种武器的计划 仅仅是让台湾了解激光武器系统的最新发展情况 由于美军对激光武器的研发和使用 保持高度保密 台湾在长期向美方表达需求后 终于在2022年获得了实地观摩的机会 在2023年底 台湾宪兵指挥部太原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测试场 实地考察了美国陆军的50千瓦级短程防护系统 并观摩了针对排击炮弹和小型无人机的激光射击测试 自2019年美台工业研讨会以来 台湾不仅继续争取从美国获得激光武器系统 还只是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发相关技术 2020年台湾启动了雷护专案 为研发激光武器系统编列了913660万新台币的预算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雷射武器的研发上 曾停留在基础阶段 尽管曾尝试从欧洲国家获取技术转让 但由于雷射武器被列为最高管制等级 各国均被同意出口 因此中山科学研究院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 虽然初期只能实现小功率激光武器 与国防部的要求还有差距 不过最近中山科学研究院可能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指导 使得其雷射武器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成功制造出了50千瓦级别的激光炮样品 高能激光武器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每次发射仅需几美元 并且能够持续发射 不受弹药供应的限制 在俄乌战争中 大量无人机和对地攻击导弹的诸线 使得防空导弹消耗迅速 而导弹生产速度却远远赶不上消耗速度 此外面对饱和攻击时 也常常出现导弹用尽 无法及时补充的问题 相比之下 只要电源供应稳定 激光武器可以持续发射 没有弹药不足的困扰 在应对哈马斯的突然袭击时 以色列出动了最新研发的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这一系统 由以色列拉贝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开发 旨在以极低的成本保护以色列 免受火箭弹和导弹的攻击 铁树系统于2014年2月 在新加坡航空展首次亮相 能够拦截两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最远有效距离 可达7 2公里属于短程防空武器 尽管最初计划于2025年正式服役 但由于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 铁树系统的部署被提前了 目前 以色列在火箭弹和导弹防御方面 仍主要依赖传统的动能拦截器 如铁球 爱国者和大卫投射等系统 虽然这些系统效果显著 但每套系统 只能携带有限数量的拦截弹 铁球系统相对便宜 但每发拦截弹的成本仍需5万美元 而且生产速度有限 2023年10月10日 以哈战争刚开始三天 以色列急需铁球拦截弹 向美国请求支援 这表明 铁球弹药库存可能告急 美国迅速提供了300多枚库存弹药 支援以色列 尽管防空导弹有其局限性 激光武器还处于不断发展中 因此 铁树系统尚不能完全替代铁球 而是作为其补充 除了以色列外 美国陆军也在推进激光武器的部署计划 2023年 美国陆军接收了 4套50千瓦定向能量机动短程防护系统原型 并在油马试验场进行了测试 该系统以史崔克装甲车位底盘 配备先进感测器 旨在对抗空中和地面威胁 在测试中 激光武器成功摧毁了多架无人机 然而 美国陆军仍面临一些挑战 特别是在应对火箭弹 套弹和迫击炮弹方面 因此 这款50千瓦激光炮的部署时间 被推迟至2025年 英国国防部在今年1月宣布 其研发中的龙火 激光武器 已成功完成的首次空中目标拦截测试 如果后续测试顺利进行 预计该系统将在5年内正式服役 龙火系统的发射功率为50千瓦 能够同时追踪和精确定位空中目标 英国国防部计划在实战环境中 进一步测试龙火系统的能力 包括拦截炮弹 导弹和无人机 未来可能将其部署到乌克兰战场 进行实战测试 此外 欧洲跨国导弹制造商 NBDA的德国子公司 与莱茵金属公司 联合开发的激光武器系统 已经被整合到德国海军的 萨克森号巡防舰上 2023年9月 该系统顺利完成了海上实验的第一阶段 尽管激光武器近年来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迅速发展 一些国家仍然将传统的防空快炮 与先进的维达 电光感测器和射空系统相结合 发展出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比如 德国猎豹自行高炮 自1976年开始服役 在冷战期间 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但在退役后 却在乌克兰战场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 德国决定向乌克兰 提供30辆退役的猎豹自行高炮 2023年 美国也采购了60辆猎豹 经过翻修后 再送给乌克兰实战表明 猎豹的搜索雷达 能在16公里的距离 侦测到俄军的见证者136无人机 一旦无人机进入射程 猎豹发射6杠10发炮弹 即可将其击落 猎豹在对付自杀式无人机方面表现出色 且炮弹的成本远低于防空导弹 这不仅降低了拦截无人机的费用 还使乌克兰能够将防空导弹 用于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战斗机 为了对付速度较慢的小型空中目标 德国莱茵基础公司还推出了天空游侠和天网机动防空系统 以天空游侠为例 该系统安装在8×8中架车底盘上 配备了30毫米防空快炮 实际射速高达1000低2008每分钟 打击范围为3000米 能够有效应对无人机和巡飞弹 天空游侠使用i-hat可编程弹药 内含200克重的160克乌合金弹丸 通过火炮炮口的线圈测量每8炮弹的初始速度 并精确设定爆炸时间 当炮弹飞到预定时间时 弹药会起爆 形成高密度弹幕 提高命中率 最终击毁目标 莱茵基础公司还获得了向乌克兰提供两套天网防空系统的合同 该系统配备了35毫米快炮 并整合了XTA2型3D搜索雷达和电光探测系统 据有效射程 在3500至5000米之间 天网系统可以使用i-head可编程弹药 适用于打击无人机 巡飞弹 巡航导弹 以及迫击炮弹等空中威胁 目前 台湾拥有的天兵防空系统只包括35毫米快炮 且数量仅为50门 由于系统数量 少且整体技术已经过时 急需更新 德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或许值得借鉴 虽然在无人机防御领域 防空导弹 快炮到激光武器等技术各具特点 并且拦截效果显著 但面对无人快艇的问题 目前似乎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 2月14日 俄罗斯的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 被乌军的无人快艇击沉 舰上拍摄的视角视频显示 水兵尝试用舰上的武器拦截无人艇 但最终未能成功 根据俄方的说法 一艘无人艇击中了舰尾 使得凯撒库尼科夫 号失去动力 随后其他无人艇集中攻击舰船的左舰和舰尾区域 从许多国家海军的演习视频来看 在摇晃的船舰上 集中海面固定目标已经很困难 更别提击中灵活机动的无人快艇 尤其是在夜间进攻时 人力操作的武器几乎无法有效瞄准和射击 现有的禁防防空系统主要针对空中目标 对于海面上的无人小艇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俄军的军舰上配备了AK-630进防系统 但面对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未能有效拦截 最终还得依靠士兵用轻武器进行拦截 尽管黑海区域相对风平浪静 便于无人小艇活动 而台湾周边海域经常风高浪急 不利于无人小艇的操作 但还是需要提前准备 如何在全天候条件下 有效防御无人小艇将是未来海军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科 咱们下期再见 给今让我们饮着 你 杨栄里